喔~~ 他踩一下就加速欸 我這種Turbo的感覺 很好玩 這邊超超超超好拍 全台就是號稱最慢火的城市 後面就是一整條的零音大 超級的美 這一個行程是我目前體驗到現在覺得 真的有跟大自然有互動的感覺 下心躺著然後享受大自然的風 哈囉大家好 我是艾瑞瑪鼠 我現在人在花東 然後有在追蹤我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其實我媽媽是花蓮人 所以我大概每年會來花蓮一次 但是我每次回來花蓮 其實都自帶在家裡 要不然就父親走走 其實對花蓮蠻不熟的 花蓮這一帶還有很多區域等著我探索 所以這次就要用不一樣的方式玩花蓮 漫遊 用電斧車的方式比較深入山海 這次我的運辦是 黃小姐 我媽呢 我媽呢 哈囉 嗨 大家好 邀請我媽一起來陪我花蓮深度的 電斧車一日遊 希望你的體力有進步 進日本之後 你有進行特訓嗎 有 真的假的 真的 體力好很多了 所以這次我們騎五條路線 你都可以嗎 電動車可以 腳踏車不行 我們這次要騎五條花蓮很經典的路線 有太魯閣 新城 鳳林 大農大富 跟鹿野高台 希望我們兩個可以就是騎完這全程 你看我全部都用著裝完美 來介紹一下本次的小夥伴 它就是電動輔助支持車 它是以人力為徒 電動為福 然後所以你一定要踩 它才會動 所以你還是可以感受到腳踏車的樂趣 但是如果你覺得很累的話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是跟團 所以你覺得很累的話 隨時有導遊 呼救呼救 這個算是蠻輕鬆的 但又可以體驗到自然的行程 第一個單車行程是泰魯閣 這一段是我非常期待 就是這位花蓮人 我從來沒有來過泰魯閣 然後第一次來泰魯閣 就是要騎腳踏車 哇 它踩一下就加速耶 我這種Turbo的感覺 真的 哇 哇 哇 很輕鬆耶 電斧車 它只要踩一下 會加速 很像在玩馬力歐賽車的感覺 我騎不完耶 因為我只要騎兩分鐘就停下來 因為今天真的太漂亮了 就非常的壯觀 那個大峽子的感覺 你覺得好玩嗎 好好玩 我媽最開心 不然學阿鼓在上面 好啦 我們是這一團最delay的 因為我們是那一張 這邊可以拍厲害的景 全景然後這樣照 它成品就會把天空 用成像台灣的樣子 非常的厲害 而且跟團子還有的 超聰明的 很涼耶 媽媽你會單手嗎 那你畢業 在領獎線這邊 除了剛剛一開始 有一個海岸線 可以同時看到 貨車法跟汽車之外 這個公園也不要錯過 因為你看它是 這台公園的 然後這個超可愛的 就是我後面 就是我上半身一樣大 殺人機 然後這邊都可以拍 這種彩繪的感覺 這個是那個 衝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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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妳要動 妳要動 認真嗎 有 妳要動 很像啊 真的啊 真的 我覺得這條路線很讚耶 就是有山 泰魯閣有山 然後又有海 然後又不會太熱 最棒的是就是中間 都可以休息拍照 而且導遊會跟你說 哪邊可以拍照 也會一直幫妳準備水 怕妳那個中暑之類 對 然後解釋得很清楚 妳覺得就是會累嗎 因為出發前她超害怕 她就很怕會騎騎可以推 很舒服 第一天我就愛上她了 她講話好講喔 但是她真的很喜歡 因為她這一趟拍照 比我多 而且我們才第一個行程 店鋪真的很輕鬆 超級輕鬆 這一站來到熟星的大農大富 因為我們才第一個行程 我們去年還是前年 過年的時候剛好來 可是我們過年的時候 那陣子天氣超差 我們在狂風暴雨中騎腳踏車 這個園區超級大 大概有48個大岸森林之大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騎腳踏車 騎一段時間 然後到一個定點去坐 坐下午茶 我們從馬路進來到這個森林步道了 然後這邊超級的漂亮 又有遮音 所以不會太熱 這邊超超超超好拍 大家要小心會迷路 不過如果我們是跟團的話 就不用擔心會迷路 就會有人帶路 我們現在騎到中間 有安排一個小活動 叫做森林療育 好像會在這個筆直的道路上 然後跟大自然做一些互動 然後我還蠻期待 現在想要休息一下 然後現在要做花環 然後用這個樹皮去做 我好認真 他們也要幫我對你睡一睡 所以你在那邊自己玩 模特兒啊 我想要我才是模特兒啊 我喜歡看我目光 你真是模特兒 登登 花環 完成 就這樣 我也來啊 我也來啊 我不想要找你路徑啊 硬要來 你覺得如何 我要講話 不是照相 心得 心得 剛剛30分鐘的體驗心得 很舒服 然後躺在這邊 然後老師教我們 真的很棒 這個行程是我 目前體驗到現在 覺得真的有跟大自然 有互動的感覺 現在心躺著 然後享受大自然的風 然後這個真的是超級的漂亮 超漂亮 我最喜歡這個 這可以當風扇手嗎 可以 很像烤棉花糖的感覺 好可愛喔 好香喔 我聞到味道了 我聞到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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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可以吃喔 不知道我媽烤的好不好吃 一定讚你 它原味道很好吃 有個焦香氣 沒想要吃完麵包 居然還有甜點 然後都是他們靜坐 薑黃蛋糕 肉桂捲 然後那邊還有就是 阿貝泡芙 什麼就是讓你拿 然後它配了這個香草茶 這行程是目前最喜歡的 因為吃了很多 現在也是全部服裝 然後我們現在要騎車的路線是 鳳梨全台 就是號稱最慢火的城市 然後後面就是一陣條的美音版 超級的美 我們就是會這樣一路騎騎 然後雖然這樣小心起來很久 可是它也是像昨天一樣 就是它會邊騎邊玩 中間也會騎一些小店 它這裡 電腦車超快的 非常的給力 其實這很舒服喔 而且它這邊規劃的騎車步道 都很關閃 就是非常的安全 防曬穿搭一定要防曬外套 然後這邊要戴一些鍋子也會曬到 然後這是帽子 最好的話再加口罩跟眼鏡 你褲子為什麼綁這樣 因為我褲子太寬 會被腳踏車尬進去 所以如果你們來的話 建議你們要穿太寬的褲子 要不然就要綁起來 然後花蓮的話會有點小黑紋 所以建議可以戴比較強效的防曬衣 終於可以休息啦 然後這一站是我期待非常久的美好花生 這間店我會想來出的 是因為我很喜歡花生之外 然後你看他們這邊是一個 網美的牆 它就是一個素素的牆 然後非常好拍照 這間店超級的紅 剛剛喵同場 還有人說要來三次都曝空 所以這次能吃到覺得非常的幸運 那我們趕快進去吃吃看 因為這邊的花生都是他們自己種的 它有一個焦焦的味道 焦醬性 所以一般會很濕甜 可是這很美味 超脆的 這個是新鮮現做的牛軋糖 伴娘他們現做新鮮的 完全不黏癢 不黏癢 花生很香 那花生超級的好吃 花生糖 還有花生 它的花生湯是熬煮六個小時 我們剛剛吃的牛軋糖 每個都是自己做的 花生糖 花生醬、芝麻醬 聽說芝麻醬很好吃 然後他已經買了很多東西了 等一下就請你自己騎回去 騎回去 對啊扛回去啊 你要自己扛回去啊 我們現在來到太魯閣三角下的一個小村莊 叫新城 然後這邊有保留一點日式建築 你看我後面 這個就是日式神社改建的天主教堂 然後你看他有一個鳥居 然後這個有百年建築 往裡面走 他的神社有點像是洛雅方舟的感覺 在我身後這個就是天主教堂 然後但是有點可惜 他現在沒有開放 他們是關起來 然後如果你想要進去參觀 是要碰運氣的 因為他有時候會開放 有時候不會開放 不固定 但是我覺得如果沒有開放的話 外面也超級的很慢 很莊嚴的感覺 感覺會有隨時用白雪公主出現之類的 剛剛導遊說 他這個方向 就是樹屋的方向 他指的是耶路撒冷的聖地 是不是很酷 就從台灣 然後這個方位一直就到耶路撒冷 冠完神社別忘了來這邊 我覺得這間很酷 他看起來是書店對不對 不是 這邊的書是可以真的帶走的 可是他是叫做飄書 就是你直接把這個拿走 看完之後 然後他每個地方有各個據點 然後你再緩住就對了 完全不用千里不用押正經 就超級的佛心 但新人是建立了這個聚落 然後我覺得這邊就是蠻文青的 然後如果你很喜歡這種 悠閒氛圍 這邊一定要來一下 然後別忘了要支持一下 就是進去裡面提一杯咖啡喝 接下來我們來體驗的是 路野高台的這一條腳踏車路線 首先的話 我們現在在旁邊的一個布農族部落 我們會先體驗一個布農族的傳統的獸徑 真的走以前獵人的路線 然後去體驗一下他們打獵的地方 然後再去騎單車 然後騎這個路線 我之前跟小妹有來過 但是我們之前只有單純體驗 布農族那個獵人的路徑 單車體驗還沒有 所以這次就帶你們來重新體驗一次 我們帶你的粉絲給大家的到來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下神經到我們的 我們下神經到我們的 我們下神經 我們下神經到我們下神經到 我們下神經到我們下神經到 我們下神經到我們下神經到之前 然後我還會拿 帶我們一個手套 憲口 手套 用力翔沒關係 剛剛分享了什麼 他說這是身上的髒布 髒布 他就說很香 然後把身上可以放在身上防蚊子 喔好香喔 防蚊液的蟑老味道 這很棒耶 帶幾個吧 好 她说可以带几个回家 打了勇士体验区 然后这边就可以玩射箭之类的 像那边不用闭眼睛 我知道你 再往后拉 好 同时了 放箭了 就是这个光 大贝拉平 再往后拉一下 我怕了 还要耶 我怕了 我们打完烈了 成功列到山豬了 然后抵达我们用餐区 然后这边超级的漂亮 可以眺望整个花冬粽谷 然后凉凉的 大概在700还是900公尺吧 的一个半山腰 这边就是他们用那种 人式的木材搭建的 我们等下就会体验原住民的风味餐 体验的餐点超级的丰富 很像法餐的感觉 就一道一道一道 然后吃了超级的饱 就是非常健康 在地天然食餐 然后更棒的是 它都是无油的 就非常健康的一餐 我觉得很好吃 吃饱它还有一人给你个竹筒饭 就是你可以路上骑单车的时候 或是回家的时候饿的时候吃 你们又发现我们换装了 我们现在体验的是 布农族的传统服饰 然后还有分男生跟女生的 后面就是花冬粽族 超级的漂亮 我一直以为原住民传统服饰只有红色 我太怂 然后没想到还有这种 很可爱的粉红色跟水蓝色 他们的衣服色才真的很浓烈 我这样就变成公主了吧 哦对很干净 重点很干净 我现在是公主 真的变成公主 真的好漂亮哦 然后她的是那个爱心报纹 我是妈妈 我是妈妈 防晒阿姨再次出动 我们现在要骑台东的路线 我们要骑路野高台这一段 现在要体验爬坡 按六 步行在暗五 步行在暗五 哇哦 有喂 哇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练习上坡 我们现在骑到这就是路野高台 就是热气球的主展区 都没有来看过热气球 结果就先来骑脚踏车了 然后这片草地超大 带你们看一下 都没有人的丑 比达路野高台 就是本趟 就是这个路线 一定要打卡拍照景点之一 然后这边如果是热气球季节的话 暑假这边就人满为患 如果你想要比较好的拍照品质的话 可以不用去骑那个热气球 然后可以飘单车路线来 我觉得也是很棒 然后空气超级的好 这边还可以玩滑翔翼飞行伞 可以这样走的都画出去了 体验完了五条电斧车之旅 然后我觉得它跟脚踏车 真的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非常的省力 小朋友或是老人家 就是长辈 一些体力不好的人 也可以很轻松的玩 我妈就玩得很开心 然后重点是会有人带路 因为如果你自己来租单车的话 也是可以 可是你就不知道路 你就要一直找路 就没有办法好好享受当下 如果我们跟团的话 跟着骑就好 你开野蜀看风景 这个跟团比较方便 骑三间脚都不会酸 这五条路线你最喜欢哪一个 每条其实都很适合全家 或是大家跟朋友一起来玩 先来分享一下我最喜欢哪一个 我最喜欢就是 路野高台 它在先去山上体验 原住民布农族的风味餐 然后还有真的猎人路径 路野高台的线的话 我们是从山上骑到山脚下 真的有在骑单车的感觉 因为之前就是比如说 我们开车的话 公路之旅 就会看到路边有人骑脚踏车 就会羡慕他们有这个体力 然后但是如果我们靠电斧车的话 其实也可以达成这样的梦想 再来的话还有一个我也很喜欢 我们两个都超喜欢 就是在森林里面做面包 它弄得很有仪式感耶 它全部的西店 就是在森林里面做一个森林日语 这两个路线就是真的有 跟森林和自然融合为一的感觉 总之电斧车的行程非常推荐你们 这五个行程都可以在 许法的旅游平台上面订到 然后或是下方资讯栏位也有放 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点选哦 那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订阅人员还有分享 和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玩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